清蒸多宝鱼,太普通又常见 今天来教你做一个酸菜多宝鱼 有人调侃说又酸又菜又多鱼 点若头像旁边的家好就可以收藏菜谱 毕竟主页有一千多道菜,相信总有一道适合你 用同样的方法把两面的鱼肉片下来 再把骨头砍成块 鱼做菜我可是认真的,值得你点个爱心支持吗? 斜刀切鱼片这样子比较大片 这种酸菜很咸,一定要多冲水几遍 切野生椒,用推切,不要用剁的 要不然辣椒水溅到眼睛你可吃不消 鱼片冲水洗净,捞起来沥干水 盐,料酒,胡椒粉,先抓至起浆 下蛋清是为了让肉片更润滑,色泽更洁白 加玉米淀粉,或者其他生粉也可以 不管腌制鱼片还是肉片都是有先后瞬息 不是所有料倒在一起一锅端,这样也太不专业了 最后下大豆油,可以让色泽明亮 肉片不易粘成一团,还可以守住水分 不管炒任何菜,要懂得把锅烧热,再润锅 下生姜片去腥 鱼骨头下锅之后,不要立即翻动它 要不然很容易吸碎 掀开中大火,把底部煎至凌固,硬化 再轻轻炫锅 煎至两面金黄 下一把葱,美味又轻松 加野山椒,怕你吃不消 再来点酸菜,好吃又气派 配料一定要爆炒一下,才会香 往锅里面加开水 没有开水,直接用冷水也可以 盐 野山椒水 少许白糖提鲜 少许白醋 大火煮三分钟 骨头先捞起来电盘底 开中火,鱼片下锅烫 轻轻用筷子推开 烫到色泽洁白卷起来 再往盆里面倒 撒蒜末 葱白末 干辣椒 干花椒 最后一勺油 口水一直流 你开的店 要是因为这道菜火了 记得告诉我呀 似乎 请不吝点赞 词